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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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边那一条什么路 不知道 为什么 因为他从来不会去尝试 买东西也一样 跟这一家买就是跟这一家买 那这一家没有 他宁可不买 有没有 这个就是一种惯性 很明显的惯性 但是呢 你要留意喔 惯性是一种什么 依赖 依赖 依赖就有安全感 依赖的安全感啊 叫做危险 你要记得喔 就是危险 真正的安全感是你独立 你要能够独立 我们一般啊 感受不到 感受不到 为什么要结婚呢 因为要找一个依靠啊 不是女生要找男生依靠 男生也要找女生依靠 一个很不正确的讲法说 女生找男生啊 是我省得去赚钱 男生找女生啊 我省得煮饭 对不对 也不要洗衣服 每个月付个留两万块 就把它摆平了 其实这是一种互相的依赖 互相依赖啊 其实是互相的勉力 跟成长 假如这两个人在一起 互相依赖不能勉力跟成长的话 那么一定堕落 一定堕落 那么能够互相勉力跟成长啊 是有所提升 但是你要注意到 这个依赖的本身啊 他就是危险 当去掉了一方以后啊 另一方大概就很难再生存下去 所以这个时候他必须有一个很大的意志力 去调整这个部分 原来有要依赖啊 现在要不依赖的话 要怎么办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那么一个人 假如在这个时候 同时啊 在生活上跟心理上 精神上失去依赖 假如同时啊 你对于经济财务跟生存的依赖也消失的时候 那你差不多就崩溃了 差不多就崩溃了 然后大家都不知道 我们所依赖的人啊 可能具备了这两个特质 可能具备这两个特质 所以我们说在社会上啊 我们讲社会上保险很需要就是这样 假如你依赖那个人喔 他又是经济的主轴 那你最好是给他买保险 万一他不能依赖的时候 你还有保险好依赖 这就是一种状况 事实上 一个人人生啊 你在依赖的还不是这些 这些啊 是我们所讲比较容易看得到的 比较具体的一种状况 事实上啊 它存在的 更严重的是你看不到的那些状况 也就是我们在心灵跟精神上面的依赖 那个部分 我们看喔 任何一个朝代转变的时候 都有很多人不能适应 都有很多人不能适应 阿边市长没当选的时候就有人自杀 为什么 他不能适应 他在精神领域里啊 他依赖那一个人 依赖那个人 但这种依赖产生啊 倾向严重的时候是社会的不安 是社会的不安 国民党崩溃 民进党起来 那其实没什么啊 历史上也不过如此一番而已啊 但是就在这个时代很多人不能适应 有没有 他精神上的寄托发生问题嘛 同样啊 这一次高雄市长要是换人的话 高雄市也有很多人喔 会出问题 每一个时代 每一个精神偶像 发生问题啊 那都发生这一类的情况 只是或多或少 有的人啊 心有七七焉 有的人不知道高兴什么 对不对 人家家里生鸡蛋跟你什么关系 但是呢 他是一个精神寄托 好了 这个部分 你还感受得到 进入宗教信仰里头就更严重了 更严重了 所以你骂那些教徒喔 他给你骂不要紧 为什么 因为我是教徒啊 谁叫我做叛徒 所以教徒啊 教徒啊 你侮辱他 他会承受 但是啊 你不能侮辱到他的教主 他就跟你拼了 为什么 因为他是生命寄托的地方 心灵寄托的地方 你要留意到 那当你依赖的地方 你赖着他 那个发生问题的话怎么办 你会崩溃 你会崩溃 所以我们 哪一个宗教敢真正的把真理教导人家呢 几乎没有 几乎没有 所有的宗教啊 他在指导你啊 都是要给你一种狂热 因为狂热你才会付出 因为狂热你才会付出 像我们这里给你理性 我就惨了 我就惨了 每个月要去追 要缴利息啊 但是我只要制造大家的狂热 可不可以 那我的钱叫做老黑黑 因为狂热啊你就会一直奉献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奉献 反正啊 钱给他真好 那莫名其妙 自己留着用不好嘛 自己用功德没有给他用那么好 有没有 这就是运用一种宗教狂热 宗教狂热其实就是你的寄托嘛 你的寄托啊 奥次大战的时候日本人发明 零四飞机有没有 一些敢死队啊 开飞机去炸美国的这个舰队啊 好多人啊 以此为荣 能够炸死啊 就变英雄 美国人对这种英雄啊 是头痛的要死 那个 后来德国啊 潜水艇啊 也用这一种方式 把那边的美军啊 跟盟军啊 打得啊 乱七八糟 为什么 那都是用啊 国家意识的 这一种狂热 那有一次啊 日本在台湾的基地这边啊 有十几架要飞上去 那就在起飞的时候有一架 引擎不能发动 那个人啊 跳下来啊 气得要死 我没有做英雄的机会了 那个时候啊 我们因为台湾的 台湾兵不能开那种飞机 就替他难过 战后三十年 他们啊 再见面 台湾兵啊 就跟这个日本兵说 假如再一次你要不要上去 你神经哦 那个日本兵啊 告诉台湾兵你神经哦 为什么要上去 你当时不是哭得要死吗 他当时我神经啊 他说狂热是用在那一时而已 你知道吗 过了就没用了嘛 假如说 战后和平以后 他回到日本去 还是这样子横冲直撞的话 那我告诉你啊 早就被抓去枪屁了 狂热是用在那一点上 所以他根本就不对嘛 那我们注意啊 你在精神领域里头 最容易引发狂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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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就在这里 所以我们告诉各位啊 那种惯性啊 很容易被人家利用 透过惯性啊 他可以鼓动你 可以鼓动你 因为啊 你有依赖 有依赖啊 假如是吃饭依赖啊 那个都是小事 因为他常常会发生啊 可是人家精神领域里啊 他很少发现 所以到了那个地方 那人家一激发 那你就 横冲直撞 义和团 为什么会这样 他激发那些 愚夫愚妇嘛 人家机关枪一直扫 那时候大概不是机关枪嘛 他步枪一排一排的打 那笨蛋的一排一排的过来 那躺下去啊 躺下去啊 躺下去光荣啊 那不然怎么样 他不知道那个会死啊 他不知道死是什么 就这样子啊 狂热嘛 太平天国 你看 500个同男 500个同女 就在那个悬崖上 跳下去 跳到长江里 为什么 狂热啊 为我们的天父 为我们的天兄 那真的是 去死好啊 都去死啊 狂热啊 但是你对小孩子啊 那真的是无辜 因为小孩子没有狂热 他只是被带走而已啊 但是 成年人的狂热 真的是很可怕 真的是很可怕 那你要看透这一点 你才知道说十二有之 为什么要破惯性 你去注意看 看到一个喜欢 你喜欢啊 我们很多同修发心啊 哇 人家一讲很好发心啊 我说那都不值得鼓励 因为我们到场啊 也不会鼓动人家狂热 就鼓动人家 就发心啊 要修学啦 其实那些都没有用 为什么你只是一种惯性 人家说好你就跟着好 你根本没有办法真正表达好嘛 就好像一个无辜的青年 你看对方怎么样 好啊 好就结婚了 好啊 其实好嘛 他根本无奈嘛 你两个人看一看 那两个人眼睛瞄一下 就好 反正他也没有缺鼻子 也没有缺眼睛嘛 看起来都还蛮完整的嘛 为什么要结婚好不好 因为想不出不好是什么 想不出好是什么 那你既然问好不好 惯性就说好 你看 就这个样子啊 莫名其妙的 你现在在佛门中讲发心啊 既理性啊 然后呢 又冷漠 而不是真正的 不是真正的 一个有觉性的人啊 这里面是带有生命的热情 带有那种真诚 我们现代人这个地方都没有 所以我跟各位讲 什么叫普贤行者 你是名片上印普贤行者 什么叫普贤行者 没有那个生命的真诚跟热诚啊 你怎么行嘛 你看又好像是 可是呢 老是热不起来 我讲的那常温型的嘛 你要怎么热起来呢 你要怎么真正投入呢 去改造你的生命呢 你没有办法进行这个部分 没有 所以我们在这里提醒你 你真的要去看 你看到一个东西喜欢 是什么喜欢 你注意看看它的内容 是什么喜欢 你去注意看看 这个呢 最近都流行这个 好吧 买一个 是因为最近啊 流行流行 Hello Kitty 所以呢 看到Hello Kitty 好吧 买一个嘛 买它要干什么 都流行嘛 几乎都是这一类的 当然活在这样的情境中啊 那是非常可悲的 非常可悲啊 我们告诉你 你看到了 看到六是一起作用 马上到瘦这个地方来 瘦你起了一个无名的爱 莫名其妙 那个爱是空心的 然后接下去你就取 取了以后就游 有没有 你看一直走这个步 这个路 从生活中你看看 嗯 没有必要嘛 断了 瘦的时候就把它断了 下面就没了 好啦 这是有形的物质啊 你看得到啊 现在你的心内相续啊 也是一样 为什么妄想不断 为什么烦恼不断 为什么烦恼不断 因为你从瘦开始一直接下去啊 烦恼怎么来 我们跟各位讲了 那烦恼都是你去承受它 你假如不承受的话 根本没有烦恼嘛 人家在骂你 你要没有听到会有事吗 根本没事啊 人家在骂他好像在说我 你们刚才讲什么 接受了 接受了 那烦恼就进来了 烦恼进来还不要紧 你又去把它扩大 感染出去啊 好啦 那你就茶不思饭不语 饭不详 就产生这个问题啊 你特别在这个地方会去接受 会去爱染他 会去取着他 回去有 有这个东西 惯性下去了 惯性下去了 妄想也是一样 妄想什么 妄想就像连环图画 一想这个 诸葛 四郎 真瓶 孔雀侠 枯铁面 一直接下去了 一直接下去了 妄想就一直接下去了 对不对 因为你承受了以后啊 你爱染了嘛 你取直了嘛 你就有那个东西嘛 他就一念接一念一直下去 你去注意看 所以我们讲一般的 不会修行的 你就从这里修 还是很容易啊 高明的有善根的 我们说你从上半段修 从处以前修 那会彻底 一般来讲啊 一般来讲啊 他们修行人比较留意的 从受以后修的 叫做扶住烦恼 从处以前修的 叫做断烦恼 你去注意看啊 就是功夫上啊 有所不同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呢 我们现在跟各位谈这个地方 这个有几个 我们上一次有讲到了 就是那个心理的 心理的相 跟实相的相 这个部分 我们要跟各位举个例子 这是什么 你看到就知道嘛 这个就是这个嘛 你知道我知道啊 这个是什么 你看到就知道啊 这个是什么 那个状况 那个叫实相 那你说这个是 持 持 不是实相 持是一种什么 心理上的相 他只是个明相 他不是真实相 花 有没有 花 花这个花 他不是实相 他只是个明相 明相啊 就是心理上的相 脑筋里头的相 他不是实相 实相就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这个样子 怎么讲 就这个样子 讲出来都不对嘛 这个时候你留意到啊 明相 心理的这个相啊 跟这个实相的相 是不一样的 这一点先区别出来喔 第二个啊 我们要跟各位讲啊 这个明相的这个相啊 这个阴生的这个相 叫做持也好 叫做花也好的 这个也是一相 这一相很抽相 对不对 这个抽相的相 你认知 认知到这一个抽相的相 它本身也是实相 你能不能体会到 你要感受到这个 持 持也是一法 持这个音啊 也是一法 持这个东西是一法 持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不可原说的实相嘛 讲出来就不对啦 这个是一法 持 这个音 对它来讲是假相 知道吗 是心理的相 可是心理的相 这个相呢 它也是一法 就那一法来讲 它也是实相 能不能区别到这里 这里没办法区别的话 这个就不好说了 就不好说了 实相的相就 你看到的这个就是 你用名词把它形容出来的 那一个名词 它叫名相 相对于它是虚幻的 不是这个东西吗 对不对 它可以用别的名词 不一定用那一个 你要留意到这个 这个差别性弄清楚 然后你再看那一个 叫做词的那个词 词的那个音 它本身也是一法 那一法也是实相 这一法就很少有人看得到了 很多经论谈到这个地方 就漏了这个地方 就一再的否认说 它不是法 它不是实相 可是你忘了 它相对于它不是实相 它本身也是实相 也因为它本身是实相 所以才有四要破 才有五蕴要破 才有十二友之要破 知道吗 假如那个音声不是一法的话 那这些就不能破了 你会有意思吗 所以讲到我们的生命结构 它是非常维系的 非常维系的 你要把这两个部分先区别出来 两个部分区别出来 假如我们不能弄清这些 那么这么个地方想要断无名 都是假的啦 说什么一切万法 你那个一切是你讲的 你根本没有办法穷尽 就是因为这个地方你能够明确 那么一切万法你就能穷尽 要不然你没有办法穷尽这个部分 这一大块你就漏掉了 一大块就漏掉了 你也要留意啊 我们跟各位谈这个地方啊 它其实已经涉及到 相当深入的部分了 已经太维系了 太维系了 各位你可能会这样觉得 我这样去思考 也想不出来是什么东西 那对我有什么好处 你这辈子把我打破头壳 我这个猪脑袋豆花做的 我也想不出你到底在讲什么 但是你要记得 虽然你想不通听不懂 你还是要用心去想 虽然想得一塌糊涂 然后人家问说你到底是怎么了 那讲出来通通都错 而且会把人家笑死了 我告诉你不要紧 你一定要有这种基础 要是没有这种基础啊 你没有办法提升你的生命 这个就像什么呢 我要拿上面的东西拿不到 我很认真的搬哪一张椅子 还是没拿到 因为就死了嘛 对不对 你恐怕把那椅子搬到这里 你就死了 甚至于还没搬到就死了 但是你要知道 下辈子再来的话 那你就踩上椅子就拿到了 我们刚才讲 在生命的洪流里 这一段生命没有什么 是我们奋斗的过程而已 所以你就是要去做 你要在那边 我这辈子一世人卷脚了 已经卷掉了 一世人缺角了 卷脚了 对不对 那我看不必太认真了 我看牛排多吃两块了 我再怎么念也没用了 好啦 那你就永远停在那个地方 永远停在那个地方 你不管怎么样 再愚蠢你都要去做 所以你看看 我们对于这些老菩萨 虽然什么教义也不懂 他认真的做 你肯做就对了 你们懂一些的搬椅子 我不懂的 那我搬装块 对不对 多垫几块 我就增高一点了 这个也是 一个认真的方法 就是一个 修行很简单的一个原则 不能轻易的放弃 生命所具有的条件 不能轻易放弃 你的生命所具有的条件 你要有这个前提 你才有可能热爱你的生命 你动不动就把生命所具有的条件都放弃了 你说你怎么热爱条件 你热爱你的生命呢 对不对 然后你会说 哇这个叫布施 这个叫做Kissiho 这个不叫布施 你一定要热爱你的生命 你才有可能进行修行 修行当中叫你修布施是布施什么 那你才会去面对它 不是叫你把生命布施 是叫你把生死布施 把烦恼布施 把轮回布施 把病苦布施 把意见布施 这个才叫做上圣功夫啊 这个才叫上圣功夫啊 我们一直执着自己的意识形态不放 这叫什么布施啊 你要是有意识形态能够放下的话 那个福报大如天 你知道吗 你有那个意识形态不放 你其他都舍了 你还是含恨以忠 你还是会气死 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很多这种情况 那个周瑜啊 昨天我才看的 这个历史上的这个名人故事啊 早就看过了 可是昨天看到啊 还是非常感慨 他到最后要死的时候啊 说老天啊 你既然生了我周瑜 为什么要生诸葛亮 你知道气死啊 对不对 你假如说 好任由诸葛亮这个高手 不然我周瑜就白来了 对不对 那我想他就死不了 就死不了 他一直气啊 诸葛亮什么不赢 他就全眸比他厉害一点 他是个文弱书生 周瑜还是个大都督大将军 那可以说文武兼备 当时啊江东的才子啊 小乔出嫁了 嫁到他那边去啊 这样的一个才子 为什么要气死啊 他不懂得布施嘛 他当年来听我讲经就不会这样 你就不放下嘛 那你布施那么多干嘛 你看那种啊 才俊啊 你看多潇洒 风流丑党啊 那最后气死 气死的人都是不布施啊 要会布施的人不会气死啊 关键就在这里啊 所以我们应该懂得啊 这个惯性啊 对我们所造成的影响 惯性最主要最大的伤害啊 就是给我们带来啊 严重的法治 由于这个惯性 你会造成啊 你生命 错误的生命 错误的人生啊 那种虚幻人生的合理推理 就是从这个惯性来的 这个惯性来的 你去注意看看 你有推理 我有推理哦 把我的推理减一半 用你的推理接下去哦 很难接受 因为你的惯性在运作嘛 对不对 那我们说这个人很有智慧 怎么有智慧 你看看 他怎么智慧 他就把你的一半 接他的一半嘛 然后他没有障碍啊 有没有 我们什么在训练这个 我们滑胀工程 就在训练这个 训练你的智慧啊 你参加滑胀工程 他有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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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串联起来 自己不要有意见 那么那个最完美的意见 就是你的意见 可当你有惯性 你有合理推理的时候 你一定不是犯男就是犯绿 你不会犯黑 因为你已经倾向一边了嘛 只有没有那个意识形态 没有那一种惯性 没有那一种推理 你才有可能去超越 当你已经形成那种惯性 跟那种推理的时候 那你不是这里就是那里了 你怎么超越 你要超越你已经痛苦了 跟你自己在作战了 有没有 所以修行 来到这种情境要修的话 他必然是痛苦的 但是你的结构性把它弄好的话 那你很快就超越过去 留意到啊 修行有方程式的啊 你先把那个方程式的结构性弄好 那你要过关斩将啊 很快 那你要是没有那个方程式啊 老是遇到境界啊 那你就叫做翘翘斗 遇到境界啊你就翘翘斗 你没有办法 因为你要跟自己的那种惯性啊 你一定被惯性打倒嘛 你要有办法打倒惯性的话 那种人啊通常要苦修 苦修你知道喔 前几次跟你讲你都吓死了喔 不要说每天拜十八个钟头啦 这四个钟头不要动 你一定在那里面多少只狐狸啊 我刚才忘了我就先喝水 应该可以先上个厕所再来做 其实不是因为多喝水要上厕所 实在是腰痠背痛受不了 但是你的面具就会找到理由说 我刚才怎么样所以要去 告诉你 你以后那个尿壶就放在自己屁股下 做电下 要拉就直接拉下去 太容易啊 原谅自己 太容易原谅自己 修苦行就是不原谅自己 我们哪个人可以 我跟你讲 正常情况之下 除了心里有问题的人 那叫自虐狂 自虐狂 否则啊 我们一个健康的人啊 他是有限度的要求自己 他要去苦行是什么 是一种体验 一种体验 我可以一个晚上不睡觉 三个晚上不睡觉 那一个体验 体验那个大死一番的感觉 过了以后就不用再试了 也不用跟人家讲了 是自己有那种感受 这样就好了 那才叫健康 你不敢去尝试的人 也是心里不健康 那一直在那边 转不出来 修到这脸歪一边 头歪一边 支离破碎的 那个根本就心里不健康 心里不健康 所以我们各种情况要去尝试 各种情况 你没有定过 一天功课要做六次 每四个小时做一次 每四个小时做一次 一次最少一个钟头 那你有很多时间可以睡觉 对不对 那你看看 你看看喔 连续一个礼拜就好 没有几个人能够贯彻 工作做一个钟头 给你睡三个钟头 做一个钟头 睡三个钟头 我告诉你 第二天没有问题 第三天精神最好 第四天你就完完蛋了 你就崩溃了 因为每次都要睡两个钟头 就要起来 两个钟头就要起来 不想睡也不行 你要强迫自己去睡 所以到了第三天 第四天 那就这支箱 当做没听到 为什么 你的生命真的需要去体验 那个时候你才知道说 什么叫行尸走肉 功课是在做 人也坐在这里 字都看得很清楚 脑筋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 那种时差的状况就会产生 你知道吗 而且因为这当中会有好几支箱 你根本就不会想睡 那有好几支箱 睡印一来 你根本眼睛湿都湿不开 为什么 你要去体验啊 不然你怎么知道生命是什么呢 要不要试试看 我们来打个钥匙漆 一天洗六次澡 换六次衣服 吃六次饭 睡六次觉 做六次功课 钥匙漆每一次功课 大概两个钟头 剩下两个钟头给你去处理 你可以睡十二个钟头 但是每次睡两个钟头 睡眠绝对足够啊 但是把你拆开你就绝对不够 你就绝对不够 有专门修这一法 现在我们修钥匙法 为什么不相应 因为你不是这样修啊 你不是这样修啊 你知道吗 那所以你就会发现 两个钟头下来要换一套衣服 然后你没有时间去洗 那一天要六件海青 七六四十二件 你两个钟头就要换一件 两个钟头就要换一件 每一次要打漆 那海青都要一车裤 内衣裤就要一火车拖过来 你没时间洗啦 你想想看 真的用功吗 我们要去体验 要不然呢 你只是做个向上的用功 不算 不算 很多修行的方法 古来大德啊 是设计来要虐待我们的 自己虐待自己 那个不是像现在我们打板打那么多想 没有了啦 就通通进去了啦 不进来活该啦 你来干什么 你来就是要来修行的 你为了这个法而来的 本来就要来拼命的 结果来了不是 吃也吃不好 睡也睡不好 你们这个道场都这样 那怎么怎么会成就呢 要留意啊 真的修行的时候 这个惯性啊 怎么破啊 这是从反面看 我们看正面的四地法 四地要怎么破 四地的破法就是在寻找觉性 所以它每一种状况都不一样 觉性什么 所以我们前面跟各位讲说 这个 这个人生这样子 对嘛 这个人生这样子 对嘛 那我们呢 为什么一直要执着在这里 明知就不对 那不对应该要离开啊 那离开怎么又连在这里 这个觉性要去培养起来 那真实的人生是什么 是这样吗 真实的是那样吗 你有没有感受到 那我为什么连不上去 为什么我们的生命都连在错误的地方 那用什么方法把自己 连在正确的地方 这就是觉性啊 所以跟惯性是不一样的 有没有 你把这几个东西啊 做一个综合体来看的话 你就会发现生命实在非常的伟大 是一个即使这样的行法下来啊 你看看这这四十一法七大类 七大类啊 我们就看到心经对于生命的解剖啊 是非常有机的 知道吗 有机现在流行叫做什么 organic 真的是这个样子 他破你惯性 用觉性 有没有 怎么来的 自己要去留意啊 你说我的惯性破不了 不要紧 那你就不要破惯性 用觉性 培养你的觉性也能突破 这个四十一法当中啊 不管你用哪一法 只要有个地方突破 破一分无名啊 你的生命品质就已经全变了 全部都变了 全部都变了 就好像我们一杯 凡夫像一杯开水一样 像一杯开水 破一分无名就好像你 你滴一滴蜂蜜下去 它的甜度全部都增加 不是只有那一滴 你的生命品质里面啊 就增加你的甜度 破两分无名 甜度加两分 破三分无名 甜度加三分 四十二度的时候刚好满分 你这整杯是蜂蜜 知道吗 是百分之百的纯蜂蜜 四十二分 这种讲法就好像啊 黄金奖二十四k主金一样 四十二分 法身 刚好是百分之百的佛陀 关键就在这里啊 所以那一分无名 你一定要想办法去破 当你破了以后 你就会发现 生命不一样 你会召感很多 善因缘 你开始啊 法界就以你为中心 这个定位很明确 假如你不能够这样 你始终会轮转于三界 法界啊 的一个因素而已 你是法界的一个因素 那么随着你的业力轮转 那你要是定位下来以后 我们前面跟各位讲 你定位下来以后 过一段时间 你就会转为啊 法界的中心啊 而不是被法界把你组合掉 那你要怎么样成为法界的中心 就先定位嘛 找心一卡上去嘛 那你就会破无名嘛 你就成为法界的中心了 开始啊 会累积啊 成长你的生命品质 各位要从这个地方来看 看看我们自己啊 在修行跟历练的状况 这是我们提供给各位啊 你在运用的时候啊 的一个总体观 这个地方有一个附带的 我是要跟各位讲 因为讲到四弟跟十二友之啊 我们要跟各位讲 这奥圣行法的同与不同 这个以往我们都讲过了 这里我再附带的带一下 奥圣就是生文跟圆绝的两个修法 一般来讲啊 这个生文啊 是从四弟法下去修 那么 那么 独觉啊 就刚才那一个就好了 独觉就是从十二友之下去修 但是这里面啊 他们产生的效果不同 然后跟各位讲 任何刑法都要以这两个为基础 都要以这两个为基础 大圣啊 固然很殊胜啊 可是你没有生文的基础 跟圆绝的基础啊 那你大圣的境界 你无法展开 那假如只有生文跟圆绝的基础啊 没有大圣的应用啊 那你这个成就不能究竟 不能圆满 你要留意到这一点啊 所以我们修行人都要经过 生文圆绝的训练 都要经过生文圆绝的训练 那你要不要照南传佛教这样训练啊 那是个人的意志问题 我们在这里告诉各位啊 透过啊 这个生文的苦极灭道训练啊 通常是先建立啊 促功德 再开支建 你要记得啊 有成就没成就啊 从佛法的标准是从这两个看 你促功德 一发生的时候 生理现象已经开始在改造了 心理现象也在改造了 这个时候啊 知见一正确啊 那就对了 叫正阿罗汉 你要留意到这一点啊 那假如是外道的话 促功德会发生 没有知见 他在促功德上一直发展 所以会有特异功能 我们这个地方不特异 不去推崇那种特异功能 要求啊 知见要正确 这叫正知正见 所以一个人有没有成就 你从两方面看 第一个他有没有经过促功德 第二个他有没有正知见 这个身文行法的时候 促功德的成就比较大 那么正知见的成就啊 比较小 这是指这两个比较 这两个比较的部分 那圆解的修法啊 刚好相反 他是从知见上下手 所以啊 他的知见很正确 理论很完备 但是促功德呢 他是点到为止 他也发生促功德 但本身啊 不像生文来的那个 经历那么长 你要留意到喔 所以这个时候啊 原觉圣来讲 或独觉圣呢 他们是知见的成就比较大 促功德的成就啊 比较小 所以通常独觉圣啊 都会转法轮 生文圣啊 不太会转法轮 假如只到这个地方啊 那我们就看到了 我们就看到了 你注意看喔 广青老和尚就不太会转法轮 他就不会开始啊 我就问他三次 师父啊怎么念佛啊 念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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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他三遍 三遍都叫我念佛 我到这边问你怎么念佛 要就念佛啊 旁边的就出去出去 师父给他念佛 等一念佛就好 你要问他他不会讲 要怎么念啊 他就念佛啊 肚子饿了 吃饭啊 那就去吃饭就好了 这个讲的没错啊 他没有办法教你啊 你要求他教你 你也太过分了吧 我们当初不知道 出学的时候啊 碰到老人家抓着就要罚 他被你抓着就不会给罚 不是他不给他就没办法给嘛 这是神文圣的特色 独觉圣就不一样 独觉圣会告诉你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那独觉圣就很适合我们这个时代 知识分子就很喜欢 但是知识分子一弱意识啊 就没有用了 就没有用 所以避免弱意识 就看你有没有出功德 出功德就是生命的体验啊 你要有这个体验啊 八处十功德啊 生命的体验会发生 八处啊是生理上的变化 十功德是心理上的变化 所以你一定要有变化 没有变化哪有成就嘛 你自己想想看嘛 修了老半天你还是木头一个啊 你一定要有变化 所以从出功德跟知见上来看 那我们 我们从还原产的立场来看 这两个部分啊 十二有之跟四地啊 我们直接用超越法进去的 不是用小圣的这种修法 他的这种修法我们也在进行 可是我们是在超越 我们不是停在他的 那种轨迹里头 我们有运用到他的方法 但是我们不走他的轨迹 有我们刑法的轨迹 那你要 那就要看华言禅刑法之二 禅刑法里头啊 我们有讲这个部分 这部分啊 我在心理方程式的建立上面 是按照四地法的建立 我不想啊 用十二有之跟各位建立 因为这个知识太多 已经是现代的障碍了 所以我才用 这一个比较积极的四地法 来建设 那一个对望起疑的这种移情啊 或者目睁气球的移情啊 这两个移情就是 枯极灭道所列出来的 那用十二有之也可以 但是那种复杂度啊 我想我们没有必要增加大脑的负担 这个是整个刑法的一个状况 然后后面啊 就讲到啊 这个无智义无德的部分 智啊 是能 德啊 是所 所以我把这个地方名称啊 叫做禁制 这个在法院里头禁制一对啊 就能锁一对啊 的这个讲法 这个地方还要再破 那一共啊 才41个 直接从禁制啊 能锁 双破的立场来 这个就是大胜刑法的优点 双破法 就我们讲的一般的刑法 但是它有个缺点 造成狂残 狂慧 所以狂残啊 那这个人啊 就是啊 傲慢 狂慧啊 就是太酷了 太酷了 现代人啊 都喜欢流行酷啊 那模特儿 你看看 现在流行上街 给人家照相的那些模特儿 都摆酷啊 冷漠的 为什么 是知识分子啊 所延伸出来的一种病态 一种病态 那生命的热情啊 没有办法激发出来 这个叫做狂慧 狂慧 懂得太多了 那么要破禁制 直接从这里下手呢 那必须要有前面所讲的资粮 那八花两个部分 你直接啊 就前面三十九分不破 直接从这里下 可不可以啊 不行 因为你既无智也没得嘛 什么都没有 你怎么又无智又义无得 那不可能啊 所以你一定要从前面先修下来 有智有得以后啊 再破智跟破得 现在啊 会产生那种冷漠现象的情况啊 就是没有前面的三十九分成就 直接啊 就要啊 能锁双坡 所以他就变成一种 没有生命力的修行者 没有生命力 因为你缺乏与众生相处 拥抱众生 热爱生命的那一份情操 那你既然没有那份能量 这里你就不可能进行了 不可能进行了 所以我们要跟各位谈的是 这个法到这个地方是到终点的 没有错 可是呢 不是你现在就能到 你必须前面走过那一段 才能到终点啊 长公案有这么一句 有一个人啊 配命吃饭吃了五碗饭 哎呀我就知道 早知道这样我就吃第五碗就好 前面四碗不要吃 对不对 我吃五碗好累啊 你看我吃这一碗就饱了 那我为什么不一开始 就吃这一碗就饱了呢 其他四碗可以不要吃啊 今天行者就是犯这个毛病 都是吃第五碗 然后就在那边哀声叹气 我怎么不饱呢 就这样的 你没有前面四碗的质量到你 第五碗会饱吗 这个道理大家都很清楚啊 可是你的心理就是这个样子啊 叫你从开始慢慢的来 一步一步的来 你不愿意 你一定要从第五碗下手 就好像从这里 从禁制破坏下手一样 无有是处 狂禅狂会啊 这样来的 不止现在 自古以来都是这样 宋朝的时候那些禅师们啊 为什么大骂知识分子 狂禅狂会 没有实际的功夫 这就不行啊 不行啊 第三个 我们跟各位谈到 能锁双破的问题 要再加上一个三破 这个三不是三 一二三的三 这个三是无尽破 这个三破是无尽破 我不但破了正德啊 我还要再把这个正德啊 再破 不但破了 我还要一再的超越 要一再的超越 你才能够达到止于至善 不要以为我正德了 我连无治亦无德 我也正德了 到最后呢 无治亦无德 我又破了 你看看成就吧 告诉你 还要再破 那只等你到那个时候再讲 你现在不要讲那再下去怎么破 你都还没上道 还说我现在交流到以后要怎么办 等你上道以后再讲 今天我们就跟各位讲到这个地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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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